剛剛就是做完什麼呢? 就是類似這樣 其實我們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快速的幫我把一整年的年曆 自動產生 怎麼自動產生 當然我這邊demo一下 這邊是已經做好的 請輸入年份 我希望輸入的是 2021好了 這已經2022好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其實 我做的動作 其實就是把這個年 自動加一個1月1號 然後輸入到這個地方 輸入完之後的話 再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再去產生每個月的其他天數 然後做什麼呢 再把禮拜六禮拜天做格式化 比如說禮拜六一個顏色 禮拜天一個顏色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按鈕 其實就是一連串的程式 所做出來的 裡面當然包含丟公式 有沒有 全部丟完了 OK就結束了 我按確定 有沒有 OK 有沒有 如果要再重新來的話就清除 它就恢復了 OK 感覺還蠻好的 以後如果你想要做一個類似的功能 你工作上馬上一按 馬上又產生了 那不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你問年 2020 好了 今年 按確定 有沒有就OK了 然後 除此之外 當然就有同學說 老師 可不可以這個 範例 可不可以自動 在底下 因為我要輸入那個形勢力 比如不同客戶 我要產生不同的 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呢 我又要再加它的 形勢力 所以我希望在底下 自動給我一個空白列吧 怎麼辦 以前你可能就 在這邊按一個右鍵 然後再插入 對 一列 再插入一列 對 那可是 如果 有沒有一鍵可以完成這件事情的 可以吧 插入空白列 按下去 有沒有全部都空白列出現了 如果你不要的話 還有一個所謂的刪除空白列 又把它恢復了 OK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呢 你經常在重複做的事情 我是建議 就可以用VBA取代看 因為其實VBA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你最不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只要是重複性很高的 其實基本上VBA 都辦得到 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都辦得到 OK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對應的程式寫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 去了解的重點 所以首先的話 第一步 我們請客 先一樣切到這個 綜合練習 OK 綜合練習第一步的話 我希望 先怎麼樣呢 先把這個 上面的 這個是沒有 第一步的話 我要先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可是每個月第一天怎麼怎麼辦得到 其實你可以先切到 E-day函數 那E-day函數的話 我把它改一下 2021 7月23 好 OK 這一天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奧運的後三個月 是哪一天 這個的三個月之後 三個月之後 我要怎麼 計算 你一定要先把 如果用傳統的方式 一定要先把 把這個7 這個數字拿出來 然後把它加了3 之後放回去 所以特別需要 如果我今天用傳統的方式做這個 第一個 插入函數 你需要用哪個函數呢 日期時間裡面的 Date函數 為什麼需要Date呢 因為你必須先把年月日分開來 然後呢 針對minus的部分 加了3之後 再把它變回 原來的 日期格式 才有辦法做到 所以 Date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針對哪一個 日期 去 做計算 所以你要把這個日期帶過來 可是問題要帶過來的話 你要年的部分 所以記得 把D1帶過來 E-er的部分 外面其實你要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E-er函數 意思就是說 我要針對的是 這個日期的年 這個年是2021 然後呢 月的部分的話 一樣這個 外面記得一樣要包個什麼 包個month 然後前刮弧 再後刮 這就7 OK 然後呢 再來就Date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麻煩 如果用傳統的方式來做的話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包起來 如果你要計算 這個的三個月 你變了 加 3 特別是要 只能在這裡加 如果幾年之後的話呢 在這裡加 幾天之後的話呢 幾天之後不用 直接加就好了 天比較簡單 但是月跟年 你就可能就要用這個方法 OK特別注意喔 但是 除了用Date Date這個方式 比較麻煩 就是其實它等於是 一個事情要 用 四個函數 才能解決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用這個方法的話 另外還有 還有一招 就是呢 在 這個函數裡面 有一個叫 E-Day 那E-Day的話是2003以後的版本才有的 這E-Day的話呢 其實顧名思義喔 它就是 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哪一天 後面有沒有 Month加S 意思說呢 幾個月之後 特別說E-Day只能針對月份喔 它沒有針對年喔 也沒有針對天喔 只有針對月喔 OK特別是喔 幾個月 三個月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給你一個 你要的結果 但是它回來是一個 值 所以如果說你要給它 變成 一個 日期的話 可能比較麻煩 你變成自己要格式化一下 有沒有 2021的 10月23 那沒問題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E-Day 只有針對什麼 針對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 只有針對 年 那你想說 針對月啦 OK 如果你要針對的是 年的話喔 跟各位講喔 不能用這個喔 不能用這個 加12個月 可是感覺還是 有點繞了一圈的感覺 不過也是個方法 也就是如果說你要年的話 你可以 再怎麼樣 那就是 乘以12啦 OK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哪一個 用剛剛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Date 變成說你只能用這個Date 然後在這邊加幾年或減幾年 來做了 OK 所以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為什麼要講E-Day 因為待會的這個 綜合練習裡面 我們第一步呢 是需要先把 1月這一天有沒有 再產生每個月的第一天 那每個月第一天 其實就相差一個月嘛 所以你可以把插入函數 用剛剛的E-Day 然後把這一天有沒有 後面加一個 幾個月呢 相差一個月 相差一個月之後呢 請你告訴我 是哪一天 要在2月1號嘛 就按確定 好那接下來的話 有沒有 向右拉之後的話 3月1號 一直到12月1號都產生 為什麼 因為我向右拉的時候 特別注意 這個儲存格喔 它的欄有沒有 如果你向右拉的話 這個儲存格向右的話 A會變成B B會變成C 所以你會發現他一直就參考什麼 參考前面一個 參考 剛好就相差一個月 那所以就 剛好符合我們去 所以不要鎖 如果你鎖的話 都變成2月1號 OK 拉過來 那這個是寬度不足 所以怎麼辦呢 把C到L欄選起來 在中間任何一條線 快點兩下 它就自動 自動幫你調整欄寬 OK 那其實剛剛這個方法喔 你就等同於常用裡面的那個什麼 格式 裡面的什麼 自動調整欄寬 不過我覺得 你要點到這邊 其實太麻煩了 倒不如怎麼樣 記一招 選 那個 只要是緊字號 就表示欄寬不足 那你又把 選起來之後 任何一條線 點兩下 這樣就OK了 那 接下來 我們每個月的第1天 都有 之後 那每個月的下一天 怎麼做 很簡單嘛 把這個日期 加1不就好了 所以 等於 這一天 加1 向下 打勾 有沒有 2號 向下 到 32列的地方 好 向右 到 L欄 放開 那你會發現 一個年曆 是不是就產生了 1月份 有沒有 2月份 3月4月 當然 看起來好像 都還蠻正常的 不過呢 有一些地方 不太OK 哪些地方呢 其實 應該2月份到這邊就停下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 因為我向下拉 他還產生 4月也是產生這個 然後 只要是30天的 這個 是這個 9月的 然後 11月的 這幾個地方 有沒有 其實多出來的 那這要怎麼處理比較快 OK 你想說 最簡單的方法 你怎麼 選起來 Delete 是不是 如果你是Delete的話 那 那 問題是你將來如果又另外一年 那又另外 那不是又要再重新點 那不是也是土法鏈鋼 所以如果我今天 不要土法鏈鋼 而是希望怎麼樣 請你透過公式幫我解決 什麼公式 判斷一下 一副 如果呢 你上面的日期 跟下面日期的月份 月份 不一樣 所以一副 所以把那個 日期 用曼時 把 日期裡面的月份 抓出來 比一下 如果兩邊不一樣的話 那後面不要給我出現 有沒有 不就OK了嗎 所以要怎麼做喔 所以喔 從這邊 這個公式裡面 A2加1 對不對 可是我們應該怎麼 先判斷一下 如果 這個日期 1月 跟我加了一天之後 的那個 month 是不同的 OK 加了一天 所以現在公式要怎麼下 OK 有沒有辦法 可以 做完這個公式向下 向右 一次喔 OK 就完成了 不是叫你塗法輪鋼 當然 我剛剛講啦 你用選的 用delete 誰不會啦 只是說就是不要 你用塗法輪鋼嘛 塗法輪鋼你永遠做不完 OK 所以你要慢慢 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就是以後 能夠不要用滑鼠去做的 盡量就不要 那當然慢慢你就會脫離那種 算是原始時代的那種 實際時代 我一直覺得說如果你用滑鼠鍵法一直在那邊敲 有點像是活在那個 過去的原始時代人的那種生活 當然你不能 改善嘛 所以你現在想就是怎麼樣可以提高你的效率 可以讓你的那個 作業能夠盡量自動化 就是能自動化 OK 想想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主要是用e-day 先e-day 然後每個月的下一天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所以待會一整年做完之後 再來就是考慮什麼 如果我希望禮拜六禮拜天 幫我用不同顏色 這要怎麼做 比較快 OK